有别于五座白水 林怀明的《围城》就用了 音乐大师肖斯塔高维契的作品 这个乐曲是他在《二战炮火》中写下的 充满哀伤和悲悯的音乐 林怀明说 世界和台湾各地近来灾祸不断 他将这些悲痛都编进五座之中 充满了对土地和人文的关怀 随着苏联大师肖斯塔克维奇 第八号弦乐四重奏的旋律 舞者在白色烟雾中 时而撑直着身躯 勉强站立 下一刻又惊慌奔逃 这是林怀明的新作《围城》 《围城》的天舞动机来自于 苏联大师肖斯塔克维奇第八号弦乐四重奏 德勒斯登在二战的最后一年 1945年 英美的盟军把这个历史古城 移为平地 1960年 苏联大师肖斯塔克维奇 到达德勒斯登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战后毁灭的一个形象 所以他三天里面写的这个曲子 把他献给法西斯和战争的牺牲者 舞座取名字金刚经理 问为沉重 林怀明感叹众生如尘埃般渺小 而这也是他今年对于天灾不断 世事动乱的不舍 这几年来我在长安想说 整个世界的天灾人火 我想人类一直都有天灾人火 但是现在的资讯这么的密集 所以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什么 通通堆出来 眼前我们有伊拉克 加沙 乌克兰 台湾也有前阵的气暴 这种种东西让人觉得人的渺小脆弱 所以我想 我就想变这个 岳平家焦原谱看过舞座彩排后 直说曲子与舞座完美融合 切众极感 这部作品讲的是 夏高一期自己 多过于在讲什么法西斯 或者这些大战 可是因为它的这个编舞 让我回想到一个事实 就是这一首《玄业四重奏》 是夏高一期唯一在苏联之外 然后所写下的主要作品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就是一定是说这个场景 触动了他写下这一个作品 那我们不能把这个场景给就是抛弃掉 故事场景从断圆残壁的城市转到舞台 林怀明以炙热的红黑和烟雾 刻画曲子背后的伤痛 刻意压低舞台 而舞者宛如受困在黑盒子里 因为它是一个压力很重的音乐 那么这里面讲的是悲剧 所以这里面不只是背景是红黑的重的颜色 事实上整个舞台都缩小 压低 所以所有的舞者好像被关在一个黑盒子里面 为最新舞座撰写文案的小说家洛乙军 对于舞座有着充满想象力的比喻 很像珊瑚礁突然被了石油 那个我们不是有油轮污染吗 我们的整个那个珊瑚海礁 整个都已经被油给杀掉了 然后那边一个黑色的珊瑚礁 仍然在本来的宽宽摆动变成在挣扎 然后好像那些小丑鱼啊 或是珊瑚礁里面 某些漂亮的这种乐带鱼 想要游出来又被拖回去 好像就是一坨利青的状态 那最后集体变成了一个 当然一个很典型的N世纪的一个 一个蒙科的呐喊的脸 舞者宛如出水蝉蝉的鱼 嘴一开一合挣脱求生 看似浓烈激昂的舞座 蕴藏着林怀明对于土地人文的悲悯与关怀 我们建立了一整个屋子 所以我们建立了7500枱 剪装在红枱 然后我们建立了屋子 雜貌,雜貌,雜貌